一个接着一个 一共三位职工 一位驾驶加上两名军人 1.2吨的香气饭和3000个环保碗 从二楼接力搬上军用车 接着要一路前往萨南赛县政府 并且等着直升机 要把物资再往山上的重灾区 目前山上所有的山路 都已经没有办法去通行 山上急需要这些东西 因为已经断两三天了 而帕塔湾村落是唯一 还能用路运进入的重灾区 进水器装好后 职工每天花四个小时的车程往返 协助居民操作 并且号召全村180户前来提水 我从二楼前来提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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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从三楼前来提水 我从三楼前来提水 我准备了很多的塑胶筒 那塑胶筒我们都已经洗干净 然后装了水之后 让村民带回家 我们刚刚也都有请村民 明天记得把筒子带回来 我们再换新的装好的干净的水 给他们饮用 往后也规划教导当地居民 操作进水器 让全村850人 持续有干净的水能饮用 大家新闻聊国 综合报道 叫老师